新盤銷情受肺炎、疫情陰霾籠罩 2022年樓市處於水深火熱之中 膠頭量大縮水 完全打亂發展商推售部署 中原地產根據地政總署資料統計 2022年共有36個新盤取得預售樓花同意書 涉獄二萬火 即可以隨時開售 為大多數發展商軍案兵不動 當中近六成項目 即使售樓只易到手 但年內尚未推出 今年樓市受疫情及加息夾擊 金融市場動盪造成大量財富被蒸發 無論一手或二手樓均價量齊跌 也是發展商賣樓最艱苦的一年 2022年至今 一手市場指錄得約9000宗成膠 全年膠頭量細跌破1萬宗 較去年逾1.7萬宗大跌逾四成 創九年新低 過去發展商一向貫徹 取得售樓止便盡快開盤的賣樓策略 為舊課未去 更難以課如輪轉 今年卻一反常態 資料顯示 地政總署於2022年共批出 36份預售樓花同意書 部分截開2至3期推售 攝20554貨 僅16個已開售 攝8861貨 其餘20個尚未推售 攝11693貨 主要是市區盤 佔年內批出預售單位約57% 反觀去年發展商賣樓積極 2021年共有14584貨樓花 獲批預售 當中14166貨已於去年起推售 佔整體97% 啟德跑道區新盤城全港焦點 據中原數據 作為近年新盤供應重鎮的啟德區 今年一手成交不多 錄得約683宗買賣登記 按年大跌於七成 與此同時 區內再多5687 火於今年3月至10月 獲批預售樓花 但全數上未推出 當中近九成來自前舊機場跑道區 意味啟德可以隨時開售的新盤數量 佔全港未賣樓花供應近一半 由加華 會得封地產及中國海外合作發展的啟德跑道區 區城峰道15號 合共提供2138火 屬區內發展規模最大的項目之一 共分二期發展 各提供1017及1121火 今年第三季已取得預售文件 由行地發展的啟德木太街8號 提供740火 早在今年3月獲批預售樓花 直至上月發展商公佈項目命名為Henley Park 傾向以現樓形式推售 大型鐵路新盤逐個足另一方面 2022年可以賣但未賣的一手樓花之中 也有如意 800火來自大型鐵路項目 包括荷文田站如一 王竹坑站港南岸第四期 將軍路日出康城海拍封三 及元朗尿號後第四期 合共提供2618火 明年一手市場细成 鐵路盆天下